父母是不愿意让你来北方吗 对 为什么呢 我爸已经说就是 如果我来就把我腿打断 所以也不敢回去是吧 不敢 因为我现在就想回去 现在感觉我来了这儿 他没有对我以前那么好了 哦 对 就是冒着腿被打断的风险 也准备回家了 对 这爱情搞的 怎么回事啊 就是一开始我们两个是在早餐店认识 那时候我们都在买早餐 正好没有座位了 我跟他是一桌 然后他当时看着我就是 吃的比较多买的比较多嘛 然后我们双方就加了微信 不是你心里是琢磨说 这么瘦小怎么有那么大一个为什么 对 我说这人咋那么能吃 他点了十个包子 多大的包子 就那么大 唐州的这个大包和上海的包子都挺大 大家不要认为只有小龙啊 大包啊 因为他能吃 真的想这人怎么越吃越瘦 想了解这个秘诀 就加了微信 加了微信之后呢 然后就是一直聊一直聊 感觉就是双方兴趣爱好比较合得来 然后就在一起 相处一段时间我就发现他的性格 就是有点我行我素 我不考虑后果 然后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 这我们怎么理解呢 举个例子吧 他经常就是跟他朋友在外面说我坏话 就有一次 他跟他朋友出去玩 我本来不同意他跟他朋友出去的 一开始也跟他说过了 但是他不听 然后他就偷偷出去了 出去之后他回来跟我说 他朋友说让我们两个分手 为什么呢 就是我闺蜜嘛 他说你男朋友老是迟到 那为了你的未来考虑 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改改这个毛病 那为什么当天晚上你却跟我说 你朋友跟你说的是让我跟你分手 我已经跟你说了改变 而且我也没有跟你分手 我只是给你提借 那为什么你朋友不能当面跟我讲呢 那你是跟他谈恋爱吗 这话问的特别 就感觉你就是永远都生活在你朋友的世界里 并不是咱俩在谈恋爱 如果你做出改变 人家不会对你有任何看法 这个女朋友也挺奇怪的 她跟你朋友不在一起工作吧 就是在他隔壁 隔壁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这两个店是连在一起的 但上班时间都是一样的 你当时在南方从事什么工作 餐饮老迟到是吧 对 当时也没分反正这么过来了 对吧 他就经常跟我闹 吵架的时候就是老拿那个分手来威胁我 然后之前还分开过一段时间 为什么分呢 就因为那次在我老家嘛 在我爷爷那边 待了十几天 就是那天晚上吃完饭 他没有跟我讲 就自己一个人跑到山里面去了 去山里干嘛 中午我们就有那个矛盾在了 他老玩游戏 我说咱俩得吃饭了 然后他就在那玩 玩到后来他妈不催我吗 然后我就说看不下去 我就给他端了一碗饭上去 就好像伺候少爷一样 那天我正好也是吃了很多 我不饿 他就跟我闹脾气 我就特别奇怪 阿姨要催我 那我肯定不可能说 我不叫你吧 对吧 他就什么也没跟我说 就自己出去了 天飞了他才回来 回来之后我也是处于关心 问他你去哪里了 然后他跟我说 他自己一个人出去山里面玩了 就因为这件事 我们就吵了起来 他特可笑你知道吗 他说我担心你 我怎么怎么你 他微信也不给我发 电话都没给我打一个 你先不跟我说的 为什么先让我跟你说呢 你担心你不就嘴上伸手吗 那你吃饭的时候 你就在我旁边 为什么先让我来说呢 你都没行动 你好意思说 那你还怪我啊 男生可能觉得 你来我家了嘛 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怎么跟你家人交代 对吧 是的 女生会觉得说 你没长眼睛啊 你没看见我生气了 我出去溜个弯 而你也不追我对吧 对啊 都有气 可以理解 优优独播剧场н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